欢迎收看屈机头条 我是吴俊鱼大宇 与你一齐看时事 我们纳粹香港 聚焦中国 放映世界全部事 美应向也门出手 中方指出 安理会从未授权任何国家对也门使用武力 有关国家采取的军事行动 和安理会刚刚通过的地 2722号决议中止背道而辞 中方重申任何国家不得曲解 濫用国际法和安理会的决议 在鸿海水域製造新的紧张局势 今集我们讲英美违反联合国决议 首先让我介绍今集的嘉宾 郑国军博士顾问行 主席兼首席顾问郑国军博士 Hello 我是Dr. Raymond 中华智慧管理学院院长彭云基教授 大家好 我是彭云基 知心传媒人王善勇先生 大家好 我是王善勇 在节目开始前提醒大家 记得订阅WKTV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知道 勇哥 可不可以讲一下今次中方在安理会上的发言 有什么重点 联合国安理会近日就红海局势 举行严格会议 认识俄罗斯的要求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中军就表示 中国在今次胡彩武装 集击商船的事件之中 中国的立案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说 红海水域是重要的货物和能源的 运输通道 最近一段时间 胡彩武装的确是 在红海发起了多次的集击 和靠下商船事件 干扰了国际贸易的秩序 不理于地区稳定 所以中国已经多次呼吁他 停止这个绕习商船的行为 但是与此同时 中军都很明确地表示 中国很遗憾地看到 有关国家 当然是指英美 对也门采取一些军事行动 不仅破坏了一些平民的设施 造成平民的伤亡 而且这样的行动 亦都无助于保护商船的安全 和航行自由 还有最重要的那句就是 中国指出就是 安理会从未授权任何国家 对也门使用武力 所以这个英美的 今次袭击胡彩武装的行动 是非法的 有关国家 亦都和这个联合局 刚刚通过的 2722号这个决议的终止 背道而辞 所以中方就是 证明任何国家 不可以缺解和濫药 国际法和安理会的决议 制造这个洪海水域的简张国势 我们都看到这次中方的立场 一方面 其实中方的立场是共温的 因为中国 出于我们自己的家 贸易的需要 其实我们都需要这条洪道 大家都知道 这个洪海的洪道是佔全世界贸易 包括军事冲突 包括袭击 包括靠楼商船 中国是一向都是反对的 但我们都知道 其实美国和英国 所以它带起的所谓 这个繁荣卫视这个行动 其实它初初开始 其实是没什么人想参加的 没什么想参加 所以它就要在联合局搞些文章 搞些文章之后 首先是谴诈 跟着就是想动手 我们都知道 中国和俄罗斯是投弃权票的 显然中国和俄罗斯 是不想让英美这些西方国家 拿这件事来说事 拿这个所谓安理会的调语案 来取出这个军事行动 所以非常之正确 那么野门其实最近 这一段时间 它其实受到这个袭击 它也都是遇到的 我们都看到 随着这个美国宣布 英美宣布 对野门进行打击之后 其实野门的武钟也都回应了 它的高层领导人叫做 阿里卡胡姆 在这个X平台也回应了 就说 胡塞武钟已经展开了报复行动 目前我们都知道 英美的军艦和军机 是11日12日是两轮的襲击 从这个襲击的规模 以及产生的影响来看 我们都看到是比较有限的 而且英美两个的 所谓政府的领导人 都是说话是留有一手的 就是没有以前那些 那么大口气的 这个基因的原因 大家都很清楚 英美两国的政府 它采取打击的行动 它背后的最大原因就是 想保持这个洪道暢通 以免影响到货物或能源运输 令到西方刚刚降温的通货膨胀 是重新再起的 其实它真正的目的是这样的 它倒不是因为 是为了照顾地区的稳定 或者是照顾以色列的利益 当然这一小部分 是与以色列的利益有关 但是 真正的目的就是说 不想今次的 胡畅武中打击商船的事件 令到这个洪云受阻 令到全世界的物价 那些能源价格 都是飙升的 令到这个西方国家 一路很就机 搞得美国加息 搞得一大轮 这个打击这个通胀的措施 完全失败 但是呢 美国今次的行动 做到现在为止 我们觉得它有一些阻出游资 即是应付不了各面的发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从中东来说 它原本是一盘大棋 是由美国落手的 美国想落哪个位置 要落什么子 即是好像捉卫棋 它以前是很畅信的 但是事到今天 其实美国在很多地方 是火炸的多了 首先我们都知道 现在全世界 发生火炸的地方非常多 第一个就是澳湖战争 接着就是乙巴冲突 接着今次又和胡畅武中又冲突 接着它又经常说到台海危机 我们都知道 台湾刚刚举行了领导人选举 将来国际发展 都是一个关注的重点 美国在这么多的地方 又想继续维持霸权 所以它又插手南海 拉着日本 拉着韩国 又在东巴亚地区 又搞很多事 所以在一系列的动作之中 最后 其实直接受影响 或者想直接拿到好处 就和美国今年 举行的选举有关 美国很快会举行这个总统选举 那么 我们都知道 现在目前就是两大党 共和民主两党 一边就是 如无意外 就是特朗普 一边就是拜登 两边又再次对决 那么这个局势来说 就是在选举之中 它一定要拿到一些好处 对它有利 但是又不想对整个局势发展 产生一些非常之有主导性 或者是有益的东西 所以来说 它称来称去 很多时候 刚才说到的 阻出游主是这样的原因 它既想拿到好处 拿到选票 但是也不想失去 以前美国所潜在的利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出现了很多很尴尬的情况 再加上现在 我们知道 打仗是要花很多钱的 我们都知道 射一个飞弹 便宜的几十万美金 贵的几百万美金 另外 很多的军事器材 军火的运作 都涉及到一些稀土 稀土现在又遇到 中国因为反制裁 现在又不允许出口 所以来说 其实美国现在 它虽然都是维持 它四届霸权 尤其是军事霸权 但是它面对的挑战 尤其是在中东地区 遇到的问题 是既复杂 而且是很难摆平的 彭家长 你怎样看今次 英美似乎 对联合国的决议案 不抽不彩 你觉得联合国现在的角色 或者往后的角色 会有什么转变 你看到 当日耳巴冲突一开始的时候 很多个国家都提出来 要和平停战 尤其是我们中国 俄罗斯 其他人都有提出来 但是 一一都是被美国否决 否决 很多时候是它自己一个孤立的否决 和很漫横的否决 是无理由的否决 你就看到一件事 究竟联合国现在基本上 能够发生什么作用 加上你想想最近 我相信 美国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就终之通过了决议案 就说要红海事件 应该停火 胡塞不应该再动 是不是这样 但是呢 刚刚出了这个之后 英美和他们的联军 就走去炸这个野门 所以为什么呢 刚才说得很清楚 就说 喂 我们说停火 又不是叫它炸它 但你又看回历史上面 当年在利比亚 当时联合国就说 现在这个利比亚上面 就要做一个禁飞区 禁飞区而已 但是谁知道呢 瞬眼就去炸人家 去搞人家 突然你又搞到一窩足 又再看回一样东西 就是说 当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完了之后 就成立了这个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好了 即是差不多类似联合国 但是过了不是很久 接着德国退出 伊拉尼退出 于是League of Nations 就散了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又再成立这个联合国 相对联合国到现在 都仍有在 但是联合国到现在 那么多年来 是靠什么 就是靠美国的霸权 是不是 但是相反 美国呢 是的 联合国在我这里 在纽约 但问题是 我又不用付钱了 就是说什么呢 这些所谓的联合国的组织 曾经是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稳定世界和平 促进这个经济繁荣 和政治的稳定 但是你看到那样东西 我们经常说的就是 九分必合 九合必分 于是怎么办 到现在呢 开始发觉不行 我个个都是为了自己 就是告诉你 当和平的时候 不会担心这个 战争的危险和代价 于是你看到 黄平了这么多年了 因为美国都弱了 那他怎么办呢 就是权力越大的时候 做了霸王 我喜欢怎么就怎么办 于是怎么办 原来就听我说的了 那你想想 当年没有人去挑战他 他就没得说了 但是当中国的复兴 我们的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 就发觉 不行啊 为什么永远你弱了 你喜欢他干什么 不行啊 那些人呢 慢慢就会吹 是啊 不是啊 根本是以前都是忍他 我都忍了你很久了 如果能够有机会 能够可以拿回一些公平一些 个人都会支持 所以看到 现在今次的联合国 我反映一样 其实联合国 对于这些 万横无理的国家 你根本是控制不了 你看看以色列 是不是呢 这个秘书长 你说我同情 这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麻烦你辞职 我们打他对的 就是这样 很多东西完全是万横无理的一个地方 那你就看到 我会觉得 就是联合国 其实也同样 每晚一步 是逐步逐步走去崩盘 那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看到了 联合国所做出来的 这些所谓的二决案 慢慢就变成了 一些空的一些公民 那在今次那个 对胡塞组织所说的东西 就基本上 都是一样是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影响不大 因为为什么 你叫他停火 谁听你说的 老实说 现在被英美炸完之后 你想想 胡塞会不会收手 不会的 所以这些一指公民 是这样没有用的 其实真正关键是什么 今次的冲突 我就觉得 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在大局着想 就真的唯一的方法 就是停火 因为为什么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 就是说 根本是影响到 全世界的经济 和物流 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代价 但是现在 你觉得 他们怎么可以停 你打了我 我收了手 我就算了 我就很抱歉 我就输了 不会停的 所以今次下去的话 这个战火一路蔓延很危险 反而一路看是什么 就是 究竟沙特 和伊朗 甚至是埃及 跟着下来 是有什么动作 他们会不会全部都是 静观就算数呢 因为为什么 如果他一直打下去的时候 你就看到 这个胡塞 也会受到英美很多压力 在那里 究竟英美会不会继续 这么狂打下去 很简单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我估计 胡塞 基本上 会加倍攻击 英美的船艇 还有他们的船艇 是运货的 加强攻击 如果这样的话 真的有几条船沉了的时候 我问你 结果是怎样 是不是 根本来说 那个情细 现在越来越复杂 甚至可以去到 一发不可收拾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看到一样的 就是 在这个的油 糧食 和所有的货品 那个价格 一定会上升 这个是牵涉到 全世界 所有的经济 都会受影响的 我们看到的中国 也都会受影响 不是我们自己不行 而你想想 全世界的经济 都有问题的 于是 购买力就下降 那我们 那个生产力是强的 那这样子 就会影响到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生产力 没有出路的时候 怎么办呢 所以你看到就是 整个世界 会变成了个拖累了 慢慢将经济 露走下坡 所以 我其实都很担心的 如果这样下去的时候 会不会 真正会出现了 这个好像1929年的 经济大萧条 那样的话 那真是 人类的悲剧 就是出现的了 那这个就是 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勇国说得很对的 根本来说 离不开 因为今年很多国家 都是有大选的 其实现在已经 选了很多路了 那就是 美国的大选 在未来几个月 就很关键了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美国更加不能够 是肆虐的 所以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这样挑战我 一定要打到你七彩 那你看到 只是这个出发点 这个冲突 也是很难 能够可以善罢的 因为这样的原因 在政治经济影响的话 我相信今次的冲突来说 会引起相当大的 深远的 长远的 负面的影响 归根结底 来源 就来自于 以色列本身来说 出现的问题 而哈马斯 只不过是为自己去抗争 这个最基本的源头 解决不了的话 这些一连串的 都是慢慢的 恶性循环一路扩大 这个老实说 也是可能真的引发到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人类就非常之悲惨 也因为这个联合国 他们基本上 整个运作 已经不是那么有效的话 根本没有发展 管到他们本身的成员 也没有什么协调的话 这就显得以我们中国为重心 所组成的金村国 和这个上合组织 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而这样发展下去 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 美国和西方文偶 成为一个这样的集团 而其他的一个 发展中国国家 尤其是南半球 和非洲和中东这些地方 就形成了另一个大的集团 如果这样的情况 你就看到了 这些这样的对立 会慢慢会更加变得明显 多多问 有人形容 这次英美的所谓攻击 或者出手 是蜻蜓点水式的出手 那是不是代表 意味着他们 不会太深度去介入也门 或者我用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 每一个民主选举的过程 由他竞选那一刻 去到他选了 有人出来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一个蜜蜓期一定会出现 譬如我当现在2024 选了这个总统 原来拜登就连任成功 一定有一段时间是蜜蜓的 其实在美国的历史上 一般他们会选择 就是在蜜蜓开始没有多久之后 去策略一个战争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最容易得到人民的同意 也最容易得到国会议员的同意 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要得到国会议员的同意 意思就是在这个战争里面 他们所有人都必须有利益 那有利益 当然希望有这么长 就这么长 换句话说 在你整段的总统任期 或者他整段的议员任期里面 他都希望尽得游泳 战争对于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 最难的位置就是完结的战争 你从来没有听过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面 我们不如搞个公投我们收兵 你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 但是你绝对会听过有很多民调就是 我们应不应该出兵 为什么呢 因为在民主国家里面 他们出兵的原因 其实绝对不是因为民主的原因 所以要是为了利益而出兵 收兵是少了 利益完了就自然会收兵 而那个利益是他背后人的利益 而不是选民的利益 所以选民是不需要被询问的 你想不想收兵 因为选民想收兵 就即是刺你的利益 刺你的利益 你当然是不想他投票 所以从来没有见过民主选举的国家 是叫人不如做个公投 我们收兵 没有这件事的 知道这件事之后 你就会感觉到就是 一 未来的选举年 美国总统大选 英国国会选举 说的是下半年 不知道新卫城会是下半年何时 因为他最迟可以拖到2025的年头 但是无论是怎样都好 如果在这个时候要发动战争 绝对不是一个好时机 因为你的对家一定会用这样的来攻击你 换句话说 你一定要等选完之后 你才会再去发动战争 而选完之后发动战争 利益才会最大 既然是这样 那么在这段时间我为何要跟它打 所以这样解释了就是 为何英美与联合一起去打湖赛 都是事事宣似飙地 不是真是落手打 亦更加不会上岸打 就算用导弹也好 你看到它不是用致人于死地的做法 所以他留了一手 原因是他不想撩起自己國內的反抗情緒 因為講到尾 第一其實是沒有聯合國授權的 第二 如果你看看一些媒體的話 例如CNN 或者BBC 或者是路透社 他所有的報導是什麼呢 是英美聯手去打擊伊朗撐腰的胡塞 他是這樣寫的 他不是說去打胡塞 他是去打伊朗撐腰的胡塞 說到底是 胡塞是誰 大家都知道美國人對於國際政治 其實都很無知 很多人都不看的 完全是 那情況是 胡塞是誰來的 叫阿塞 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伊朗他知道 因為抹黑得夠久 伊朗撐腰 一定是壞人 你想想一下 報道 以前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那時候在阿富汗美軍誤詐醫院那件事 報道是怎樣 有人聲稱美軍誤詐醫院 都是說有人聲稱 你誤詐就誤詐了 你真是誤詐醫院 真是死了人 都還要說有人聲稱美軍誤詐醫院 誤詐不是事實 有人聲稱 有人 即是不知道誰 說到底都是推卸詐人的 所以現在媒體上 沒有人回憶 原來沒有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 就是我們這裡說的 我們國家會說的 因為我們國家知道什麼事 我們這裡會報這件事 我相信這個報道 在美國是不出現的 在這種討論 在美國可能是完全不出現的 大部分的民眾都說 對呀 我們去打他對呀 伊朗是壞人 所以這件事如果是這樣看的話 你就會看到他們的目標是什麼 一 我又要做一點點事 是因為我之前在這個節目都說過 就是打狗要看主人 那他不敢真的去打狐塞的 因為會辣著伊朗 不敢這樣做 那麼後果就是不敢動動 但是又不可以真的動到 有自己國內的反效果 所以後果就是清平點水 點不點就算 所以如果真是會有一個 真是大型一點的衝突 我相信怎麼都要等了過這一年 因為這一年不要忘記 除了美國競選 英國選舉 還有就是歐洲 還有一個奧運 那你想想 如果這麼多地方 同時間都是在做這些事情 你這麼多商家做了奧運 丟進去做宣傳的話 你去跟我打仗 所有的蝙蝠新聞都變成你打仗 我還不用做的 我不用做的了 旅遊業職死 旅遊業職死的話 後果就是 歐洲一定不會跟你玩的 歐洲不跟你玩 換句話說 那些所謂的重要盟友 西班牙 法國 每個人都一定不會跟你玩下去 因為在這個時候 你在說打仗 那邊在說奧運 奧運精神是什麼 不打仗 你想想 後果是怎樣 所以這兩件事 絕對不會是同一時間發生 因為它不可以讓這兩件事發生 換句話說 歐洲的所謂盟友 所謂美國的盟友 一定會抓住英國和美國 說我不會來的了 因為如果我來的話 我會跟你攬炒 你有你去死 我不會來的 這件事是他們知道什麼事 因為炒作起來 全部人一起攬炒 勇哥 你認為這次的事例 是不是印證了東升西降的情況 沒錯 這次美國發起的繁榮衛視行動 我覺得它呼應它的 真是小貓兩三隻 剛才我們也看到 在聯合局方面 其實澳洲、巴南、加拿大、丹麥、德國、荷蘭等等 美國的自己有 包括韓國、英國 就呼應了它 就搞了一個聯合聲明 所謂呼應十月一日 這個安議會的決議案 就要求胡塞組織 就停止對鴻海雙船的攻擊 並且差不多是想令到 這個英美的空襲行動 是有道德的合理化 我們都見到 其實你不但你怎麼說 怎樣包裝你這次的 清澱點水式的襲擊行動 都掩饋不到 你這次其實是 所謂你的年輕人 你那些歐洲的親民盟友 其實是不太 拜你那些呼應的 那怎麼這麼說呢 我們都見到 這個法國 最先就出來回應的 法國駐印度洋聯合部隊的司令 這個海軍少將 斯拉爾斯 就接受媒體訪問 就是講了 其實一方面 法國在這個也門 胡塞武裝活動的海域 進行巡邏 阻止他們發起襲擊 其實這個是我們自己 歐盟其實一早已經有的 一個行動來的 我們可以和這個 繁榮衛士進行一些所謂協調 但是我們主要的目的 就是保護懸掛法國國旗 和法國利益有關的 選擇的航行安全 另一方面 更加有趣的地方 就是西班牙 西班牙 我們以往 它好像很少出聲 包括美國以往 在很多場戰爭 西班牙都很少參與 或者是直接介入 但是這次 國防部的女部長 就出來說話了 他說西班牙 我們自己這個政府 是不需要外國政府 來教我們怎麼做事 這件事的發展 可見 其實當升西港的情況 越來越嚴重 也都是美國這個 世界警察的角色 越來越欲化了 邦坑先生認為呢 其實西班牙本身來說 那個角力和經濟都不是好 所以其實它的力量不是那麼多 不過最低限度 它本身能夠 可以角色都是好事 反而我覺得 你看一下英國 大家都知道 它們以前是日不樂之國 全世界都有那些地方 好像美國現在的軍事 這樣的基地之類的東西 一有什麼事 就全部蓋上了 好了 最有趣的是 這個新衛城 他這樣說 他說我們英國 是要 永遠都要捍衛航行自由 和貿易自由的流通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派我們的戰艦 去保護這個 紅海這個保證航代暢通 我就想一下 你憑什麼能耐 你想一下 你自己幾個地方 那些城市都說 要破產 你還說好像自己很威水 我自己有個感覺就是什麼 明知道自己已經窮到窮了 還要打一種臉皮去充肥佬 真是不自量力 但這個其實也都看得到 以前真的英國很威風的 甚至現在香港還有很多人 都以為英國很好的 所以你變成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看到 根本那種那麼虛偽 和一種的自信 在那邊撐住 不想自己拓敗 被人看到 我覺得很可憐的 所以你看到英國做什麼都是 一邊撐住 撐住美國佬 是不是 沒有美國佬在面後的支撐 他不敢動的 那美國又沒有所謂 多個跟班 多個馬仔 有什麼所謂 我們一起去吧 好像浩浩浩浩 很多跟班很威水 那你就看到一樣東西 喂 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些全部是虛有其表 所以你不要說 我們經常都說 美國是一個子老虎 是真的有他們本身的原因 到你真的想打 他就縮了 所以你看到 他們這麼多年來 都是大虛勢的 到我們真的 大家有實力 他就不敢打 其實是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為什麼 美國這麼多年來 我們的經濟繁榮 和他們本身 那些年輕人 也是嘆慣的 所以老實說 他訓練到很多兵 是不是真的真的打得 我很懷疑 為什麼 你都看到 當你的經濟越繁榮的時候 那些人就越怕死 於是實在不能打 更加不能夠克服內陸 所以你看到 現在美國所有的兵 在打的都是靠武器 全部都叫我派這些 打就打 然後 喂 派我們上去的時候 沒有把握 我都不敢去動 所以你就看到一件事 是不是美國的軍隊 真的這麼強呢 我一直都很大的一個問號 還有 因為當這些兵 好像很多 但是分散了的時候 你一時間突然發生 能不能夠集中兵來打呢 我也都很大的問號 你也看到最近美國國防部長出現的問題 是不是 那你就看到 其實美國內部的問題多得很重要 不只是制度 或者規矩的問題 而根本上內部很多的精神 還有本身的人心 還有真真正正的凝聚力 已經開始慢慢出問題 相反地 我們中國不同 我們的目標很清楚 就是一定要什麼 現在是受到外面的一個威脅 所以我們一定要能夠 可以建立很強的海陸空軍 然後同時 我們最大的目標 就是能夠可以把台灣 收回到我們中國裡面 所以基本上就是 是一個很不同的一個 心態和目標 所以東升西降 根本是一個 不容爭論的一種趨勢 鄧開雲 那你有沒有認同 我反而會用另外一種想法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東升西降 但是東升西降 我們自己 我們當然很開心 我們升的 人地降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遺疑的事情 其實還有一件事 可能很多人都會遺疑的 就是一個所謂的大國感知 什麼叫大國感知 你留意一下印度 他覺得自己多大 其實他都追不到我們 但是他已經覺得自己很大 你有沒有看過日本 小時候看鏡片 我們要保衛這個世界安全 保衛這個宇宙和平 他覺得自己很大的 整個日本就保衛了全個宇宙 所以在他們 今次你看到這件事 西班牙、意大利、法國 走出來說 我不跟你兩個玩 是直接告訴你 美國和英國 我不再相信你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我們說 東升西降 我們覺得自己升 但是你也要別人知道他降 所以西班牙、法國、意大利 今次就走出來告訴你 他在降 因為你自己覺得自己 一定不會降 不會覺得跌多 你看印度 印度覺得自己快要紅把天下 就算不要說印度 做過文明古國那些 都是這樣想的 就好像土耳其那樣 他都覺得自己很大的 他曾經是鄂圖曼帝國 最大的回教國家 七百多年 他仍然都覺得自己很大的 如果不是他不會有那種感覺 走出來 就是你看到奧爾多安的感覺 就是每一個國家 其實都跟他的領導人的性格 某程度上扯上關係 但是這種的大國感知 的而且他在每一個國家都出現 問題就是你的對家 看不看到你跌 對家看到你跌 才真的是你跌的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英國 又破產又等等 連意大利、法國、西班牙 都覺得美國開始倒了 這個正正是好過我們覺得自己升 因為他不跌我們怎麼升 不單止是那幾個國家覺得美國跌 還有你看美國天天在抹黑我們 是即是告訴別人 他覺得我們升 今集的Dr. Raymond真的很樂觀 將抹黑港性 讚美 今集我們先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再見 將系列 answered 之後… elf 男elen 30